我手上的这个模型 就是我们所谓的肩关节 在这个 左手这个是我们的 所谓的肩胛骨 那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肩鱼 那这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公骨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所谓的公骨尽端 有公骨头 大砖子 小砖子 那原则上它的原本的活动度 是这样子来活动 这个我们就叫一个肩关节 在我们这个骨头的外围 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肩鱼唇 围绕在一个纤维软骨 围绕在我们的肩鱼外面 提供更增加它的稳定度 再到外面有我们所谓的旋转肌肩 就旋转肌跟旋转肌肩有四条 包括前面的肩胛下肌 上面的肌上肌 后面的肌下肌跟小研肌 那它的作用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的手 把我们的公骨头把它抓住 然后可以让我们公骨可以活动 所以退化来讲 第一个就像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 就好像我们比较常听到 就是膝关节的磨损 宽关节的磨损 一样肩关节会发生这种 关节软骨的磨损 我们叫做退化性关节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旋转肌 旋转肌其实也会退化 那慢慢的也会产生破裂的情形 所以造成疼痛 其实在临床上也在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肩鱼唇 那当我们的肩鱼唇 我们刚才提到说 它是一个纤维软骨 虽然它很小围绕在我们肩鱼的四周 但是它对我们肩膀的稳定度也很重要 所以在一些 譬如说你跌倒 所以造成肩膀脱臼 常常会造成这个肩鱼唇的失裂伤 或者关节囊的失裂伤 这时候你的肩膀就有不稳定的情形 常常会发生再次脱臼的情形 感谢观看